昨天晚上七点钟 在南京雨花台区带山路上 停着一辆奥迪和一辆雷克萨斯车 但是这两部车呢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只剩下一堆废贴了 消防队员赶到时 事故现场只剩下了一点火苗 两部车所有的部件都被烧毁了 两个人开都骑车吧 然后就是你追我这里 然后就互相撞起来就骑火了 目击者说这两名司机啊 似乎认识一边开车 一边在大声交流着什么 最后话不投机就直接撞在了一起 随后车辆起火 而两名司机下车后 竟然还在继续争执互不向让 目前交警已经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怨气导致车主连车都不要了呢 这个快过年了 何气才能够生财